替佛說佛有禮 未挑玩具炒半天 你們有曾經問要買玩具 夫妻吵架嗎 是不到吵架 就是會有 真實 對 很多媽媽對於心智發展 沒有幫助的玩具 他們都不接受 其實玩具真的 我就不用去區分說 什麼意志類還是什麼玩具 重點是玩法 就是同一種玩具 可以玩很多種玩法 寶寶玩具如何選 才會有幫助 明天晚上八點 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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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起來要人命的 膀胱炎症狀有哪些 第一題請問 腹部疼痛是嗎 都有錯請作答 對吧 正確答案是 全公平 真的假的 我有痛過 我有痛過 每個症狀不一樣 對 每個症狀不一樣 好 第二題請問 小便的次數變少 對或錯請作答 正確答案是 絕對是錯的 真的嗎 正確答案是 X 天啊 好 第三題 請問小便時會有疼痛感 對或錯請作答 對 對不起 好 這是對 正確答案是 全公平坑位 假的 算下來還沒 你剛剛還講過 你剛剛還講過 你同事人說奇怪 我忘記我這隻手是拿什麼 錯亂了 應該是太緊張了 而且是拿起來 不能夠再更改 好 對不起 再給我一個機會 如果我這邊了解一下 牙齒現在有在憋尿嗎 我現在沒有 好 那好 我們繼續 第四題 請問 常常會感到尿疾嗎 對或錯請作答 正確答案是 全公平坑位 好 第五題 請問 那排尿量有變多嗎 對或錯請作答 這題大家突然變專家了 真的耶 恭喜三位都答對了 正確答案是 對 因為有 真的 好 最後一題囉 請問那是 尿中有寫嗎 對或錯請作答 有 有 有 真的在憋尿耶 不是 我是說真的 我剛剛有經驗 有經驗 正確答案是 確答案是 我快要抱緊了 不要 好緊張喔 這個喔 我們是沒有問說 有沒有什麼病死啦 可是 對不對 對一問的時候 大概知道誰有經驗 誰沒經驗 一目瞭然 首先 腹部會疼痛 為什麼腹部會疼痛 要看它有多嚴重 如果說是 因為它細菌攻到膀胱以後 膀胱就會被細菌感染 就發炎 它就會開始亂收縮 那這收縮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疼痛 所以開始在憋尿的時候 腹部就會痛 對不對 憋尿並不等於膀胱炎 對 真的嗎 對 可是因為我在憋尿的時候 我就有感覺到 我的腹部有痛 然後等到我腹部有痛的時候 我才去上廁所 那是憋太久 那是憋太久 這就是說 膀胱炎的意思是說 膀胱已經被細菌佔據 而產生發炎的現象 那通常膀胱如果發炎以後呢 開始連膜腫脹啦 然後可能會比較容易 有點出血的現象 對 然後它會開始很急速的收縮 那當然這種急速的收縮 就會造成一些疼痛 小便次數變少 應該是變多頻尿吧 對不對 對 次數 次數變多的原因是 就是我剛剛講的 膀胱它不舒服會收縮 本來正常來講 你尿要到一定量以後 它才會收縮 那現在不是在那邊亂動 所以一點尿就要擠 一點尿就要擠 一點尿就要擠 所以你就是 感覺好像有 好像很想去上廁所 其實沒有 膀胱在動 但是問題是根本沒尿啊 對 我常常沒有 它就一直在那動啊 我常常這樣 超可怕 不是啊 這是讀書讀到的 我真的知道 你講好生動 這確實是這樣 喔 好啦 不是 重點是 每一樣事情都要講得生動 人家才要聽 對 真的 來 想要變成時會有疼痛感 這個好像 我也有經驗 這個我就有經驗 你有 怎麼會這樣子 你不是說男生比較少 女生比較少 少並不代表不會得 它是尿道炎 尿道 就是說因為男性的那個尿道長 所以它細菌攻上來的時候 是攻上尿道 那要衝進膀胱 不是那麼容易 對 它這個時候在做拉鋸 就是 所以因此 一感染這個尿道口的時候 叫尿道炎 對 衝進膀胱才叫膀胱炎 對 其實女孩子也是一樣 憋尿的時候第一個 開始產生問題是尿道 但是因為 不是 但是剛剛我講過 女性的尿道很短 對 所以它攻進了尿道以後 就很容易攻進膀胱 所以男生的區隔 尿道炎跟膀胱炎 就比較容易區隔開 那但是女生的通常 尿道炎的時候 就很容易就是膀胱 就直接就是膀胱炎 對 所以很明顯喔 就是你本來好好的 你就沒什麼事這樣 然後你憋尿 哎呦 開始為了你會有點痛 你就趕快 維他命C跟B 趕快多吃一點 然後趕快多睡裡面 多休息一下就好 不過 不過行為不減也可以尿道炎 誰的行為不減 對 我是說行為不減也可以尿道炎 你不能指這邊啊 你不能指這邊啊 你不能指直接造成武士 是是是 但是確實是這樣子 對 行為不減 行為不減也可以尿道炎 造成尿道炎 然後再來常常 感到尿急 那就是不正常收縮的意思 對不對 就是不是 它的尿急意思就是說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想要上廁所的時候 我們可以很從容的走到 那個 那個所謂的那個 廁所 廁所 對 但是如果你是膀胱在收縮 因為它收縮的很急 所以它就變成好像 快要尿出來了 就等不住了 就去裡面 這種叫尿急 哦 哦 對對對 到這麼重程度啊 對對對 它收縮的很厲害的 它不舒服嘛 細菌在這邊它就亂動 對 對 然後排尿量變多 其實錯的是變少 對 就是幾乎沒有尿這樣 一點點的 就是你 覺得趕快已經快要尿出來了 然後跑到廁所去 結果它沒東西 滴兩人一 滴三滴 然後就沒了 然後出來以後 它就又想上 又去 我常常這樣子 因為我在廁所裡 你常常會這樣子 我常常會這樣子 就發炎 心理因素 沒有沒有 會發炎 而且只要 你知道攝影棚一人 我也會想上這個 就不管有沒有喝水那些 所以你現在有要想上嗎 有一點 如果說你需要 我們可以讓你去 我可以憋 不要憋 不要憋 不是它這個很容易區隔啦 如果說真的是膀胱炎的話 那個是沒辦法憋 就尿吃起來 那是沒有辦法 對那是 就很想去上就沒有辦法憋 那如果說是像是說 你覺得它想上 可是你可以稍微去不去 這就不是 就很容易區隔 可以憋得住 這可以很容易區隔 那我就沒有辦法感受到這種 尿急到那個程度 好像我還沒有這種經驗 平常啊 這個問完 看完我會問說大家有幾項 這樣我們就跳過了 今天就跳過了 我看就 我們聊下一個階段好了 我們一樣進入下一個健康對不對 那考考大家 剛剛膀胱炎的知識已經有了 再來下一個階段 我們請可蘭公布 來可蘭 這個階段的主題是 這樣做容易導致膀胱炎 第一題請問 常常憋尿會容易導致膀胱炎 對或錯請作答 哇 三位都答對了 正確答案是 圈 第二題請問 愛穿緊身褲 容易導致膀胱炎 對或錯請作答 哇 好 正確答案是 圈 三位都答對了 她覺得妳出得太緊張了 是嗎 那繼續啊 笑笑 第三題請問 愛喝醋會容易導致膀胱炎 對或錯請作答 愛喝醋 對或錯請作答 對或錯 正確答案是 X 三位答對 耶 大滿貴 大滿貴 還有三題 如果三題大家在答對 哇 這三個 曹斯及格勒 所以 好 第四題請問 工作壓力大容易導致膀胱炎 對或錯請作答 正確答案是 圈 我想說 工作壓力大會有什麼關係 工作壓力大就會少去上廁所 就會變成 間接關係 好 第五題請問 長時間電護電會容易導致膀胱炎 對或錯請作答 哇 那個舉牌都同時耶 正確答案就是 圈 耶 最後一題囉 請問 性行為次數太頻繁 容易導致膀胱炎 對或錯請作答 稍待一會兒 不但要告訴你這個令人害羞 就有非常切身的答案 潘老師還有特別事項要提醒大家 順便提醒大家千萬不要用什麼 消毒液啦 或是說 對啊 講的也有很多 市面上不是都賣一些的 我不好講名字 什麼什麼擦 擦盆的啦 擦盆的啦 那都不行 完全不能夠去清洗它 因為越搞越糟糕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那個 那個免疫系統不見 就是那個黏液 只要一不見 見的話 細菌很容易又溝上去 好可怕 對對對 到底膀胱炎還有什麼需要特別小心的地方呢 潘老師費盡心力的提醒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健健康康哦